正啊 哇! 剛才你在街上 竟然被我撿了這幾隻雞 這些不是普通的雞 這些是世界各地都找不到的 讓我和你介紹 這十隻雞吧 第一隻雞 是我們在這裡開派對的時候用的 就是它啦 吹雞 第二隻雞 就是我們上台表演的時候 一定要收起來的 藤雞 接著這隻雞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但是大富翁先生有的 這隻雞 二撇雞 第四隻這隻 我們小時候用到它 很好玩的 撒盲雞 接著這隻 我媽媽經常用來罵我 她經常都會說 你再坐近一點 你再坐近一點 就鬥雞了 哦!這隻 這隻 以前小時候出街玩的時候 媽媽又睡了 一定用到這隻 一隻 靜靜雞 還有這隻雞 英文叫做 A dollar A buck A loony 這裏叫做 這隻雞 一蚊雞 接著這隻 打牌的時候 希望可以送給其他腳的 手雞 又怎可以少得這隻雞呢 下雨的時候記得大傘 不是就會變成這隻雞 下湯雞 而最後這隻雞 古語又說 魚人得利 簡單一點來說 那個魚人就是這隻雞 撿死雞 好了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了 這十隻這麼珍貴的雞 怎樣用了 我現在就把這十隻雞送給你 你記得回去多點運用啦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半分鐘學成語 今天既然說到雞 就和大家分享一個 和雞有關的成語 今天的成語是 雞毛酸皮 英文 Chicken hair Garlic skin 這個意思是一些很瑣碎 不關重要的事情 例如 如果你有朋友 很害怕地跟你說 Oh my What am I gonna do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Yo Chill out man It's just something of chicken hair and garlic ski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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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